这局游戏是公公昨天直播中杀人杀的最多的一局游戏 但是结局却不怎么好 死得很惨 让我们跟随公公的视角一起进入到本场游戏看一看吧 可以看到刚才公公躲在门后阴死了一个人 拿到了本场的守卫淘汰 又杀一人 从敌人的脚步声中就感觉他要下来 切枪后准形对着楼梯口 他下来的话就开枪打 头顶有人 上来看一下人在哪 会不会在广告牌后面 怎么没动静呢 还精在 一盆带走 这种正面跳枪不确是白给吗 看到一个 红点把他收掉 这人是残血状态 就中一枪 他可没了 突然的位置再斩一人 这就是主楼的好处 战局制高点四周都能打到 但就是怕被人忙 想拿下这里 没实力可不行 哎 野外有个人看到没有 好像是没人机 一枪没中啊 中了一枪 打人全靠辅助描述 这周围人机还挺多 下去换个子弹 继续上来打 六杀到手 成为本场首位 淘汰王 还有一枚人机 出来了 周围没人就来太阳 拿物资 取铺头 M200狙击枪 拿上拿上 看公公是丢什么 丢喷子还是丢MG3 很犹豫啊 最后选择了把喷子丢掉 好多人机啊 又打到一个 不对 这个是真人 他想去拿摩托车 哎呦 这波好险 还好没背包头 还好敌 拿的是斯卡 太阳基地还有人啊 先来房区补下状态 然后再飞回去打他 好小子 他离死不远了 装消音的 小呆呆 哦 既然没炸死 但肯定是炸到了 炸了 九杀到手 再来填下空头 换一下甲 有P90把P90拿上 看了一下圈形 这把是机场圈 可以考虑去堵桥 哎 来了来了 来车了 哇 一枪没中啊 这能举死啊 哇 举中了 再来一枪 别让他跑了 撅 漂亮 快快快快去堵桥 这波堵桥肯定能发财 但就怕旁边有人 看这个圈形 很多人都要过桥的 但就是堵桥风险有点高 要是两侧有人没注意的话 就很容易被偷 来了 漂亮 可能是怕出意外吧 所以说公公就没有继续堵桥 而是开着飞机去追空头了 有人发射了信号弹 必须得过去看一看 孰不值就是公公的这次看一看 让他本局游戏也终结在了这里 把这的样子 像芭蕾 网友预判没预判到 出来了切枪消耗中一枪 同时也被敌消耗中一枪 双方都恢复一下状态 继续战斗 敌人体验枪打得很好 但是他拿的是UMP 公共拿的是P90 装备上有些许优势 预判失败 没扎到 依然没打到 感觉这里不太好炸 哎是翻进来了吗 没有还在外面 双方一直在绕看似在打架其实都保持了一个相对的安全距离 谁都没有以命相跑 注意此时飞行器已经失效了 能不能动点真格 敌人不忙公公也不想贴脸 手里面丢完之前肯定是不可能贴脸的 翻出去了 怎么说 继续芭蕾 点在打药打摄像纤素 他不进来 哦 no 敌人的旅行车被破顶的人打炸了 防徐的敌人迟迟不进攻 那来看一下破顶的敌人有没有机会 好像没有 那就继续战斗 都来了 别再磨蹭了 再磨蹭都要堵死 见真章吧 天下打得太好了 稍微往右多走一步刚才就要中 假动作加天下枪并没有把点骗出来 换波子弹 继续 漂亮 消耗中两枪 又是一枪 天下枪压死 同时往右走 这人也挺会玩 一个蛤蟆跳换了位置 这波公公时机抓得真好 刚才在敌人出来打天下枪 想撤兔的时候 出来追击 一枪接一枪的把敌人残屎死了 现在怎么办 飞机失叫车也炸了 距离安全区还有700多米 这怎么进 当然进不去了 直接跳秒 要都打不上呢 刚才在那里堵桥多好 何必的 何必来找人打架 这个空头到死都没有人捡